Hello,大家好 来到今天,我们马股是个回调的一天 大事今天是回调了一些下来 全球现在还在非常时期 你可以看到现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的数目是飙了上来 当然好消息是说 目前已经有11支疫苗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 大规模人体的试验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或许最快在这个10月底的时候 搞不好比方说中国的疫苗 OK,就有机会会问世 所最近甚至连WHO的官员都说了 他们认为有很大的机会 全球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疫苗会问世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我们的世界正在受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破坏当中 这个疫苗如果能够尽快大规模的量产 做一个大规模接种的话 那么去到明年2021年 这个新冠肺炎就有机会被消灭了 现在全球确诊人数高达3643万 9737个人 然后死亡人数 然后死亡人数目前106万1239人 然后美国他现在是确诊最多的一个国家 你可以看到特朗普他之前确诊 然后他似乎康复非常快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在他的推特 非常活跃 都推了非常多的这个推 就说了 针对特别现在他们大选也是白日化了 然后11月3号 少过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要选出他们的一个总统 OK 当然他们的副总统的人选的辩论 也是刚刚变完 你可以看到美国 当然有人说了 特朗普他可能还没有脱离他的一个危险期 还是有待观察 这个病情在他身上 会不会有一个反扑 不过目前来看是还好 当然最近针对这个总统的一个民调 似乎特朗普不太乐观 现在来到拜登身上 似乎他的民调现在又慢慢开始往上升了 所以有人就担心了 这一次会不会特朗普他真的可能会输掉 OK 所以我们就要看了 接下来这段期间 究竟他们竞选会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现在他的确诊人数是高达777万 6796人确诊 死亡人数已经快要接近22万 目前是21万 6788个人已经死亡了 然后马来西亚当然最近大家都比较关心 因为我们最近每一天都是几百人几百人 确诊 像沙巴吉他 这些地方可能会比较严重一些 政府这一次他不会要求全国的MCO 他可能会针对一些红区热点 来做一些特别的措施 还是部分的隔离 这是政府的一个方向 今天是增加了375个人 马来西亚确诊 然后现在总数确诊是14368个人 不过今天又死了5个人 OK死亡人数多了一个5个人 所以今天截至现在 总共有146个人也是因为冠病而死亡了 OK这就是全球 还在 当然我们非常期待的 最好疫苗能够尽快的问世 所以今天市场 当然今天蓝筹股有一点反常 就是在后面要接近币市的时候 你看到蓝筹股是有飙了一些上来 但是其实今天大事是回调的 因为下跌的counter447家 然后上涨的只有401家 像有一家股市场是传言 就说因为今天出了消息 安华他也做了一个发布会 做了一个press release 就说下个星期 他已经跟我们的最高元首谈好了 OK appointment 他将要去见我们的一个最高元首 因为他之前非常高调 宣称他已经得到 Datochi Anwar 他已经得到大部分国会议员的一个支持 能够出任这个首相 当然我相信他这一次应该是准备的 比较妥当 OK他声称他有非常多文件上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猜想可能就是很多人签名吧 OK可能就是很多人签名啊 然后啊做一个宣告将我支持他出任首相 所以他就要啊带着这一些文件啊 去见我们的最高元首 就让啊我们最高元首来做出一个决定了 OK 所以我觉得下个礼拜应该是啊蛮精彩哦 对马来西亚的一个政治圈 所以今天有一家公司啊 之前很多人就要啊就传了 这家公司说是安华那一派的一个利益 啊如果他上台的话 这一家公司可能会收费 所以这家公司就是ASB啊 所以今天很夸张 他是逆势而胀 胀了一个51.7% 然后啊今天好在咯啊 医疗用品股啊 OK一些医疗股今天也是有啊 涨了上来啦 像啊Prolexus 他的啊Warrant A啊 今天又起了3.1% 然后啊K1也是起了5.3% MQTech啊也是啊4% BioAlpha Holding啊6.5% 蛮多啊医疗股哦 今天还是撑住了 OK有消息一些 然后Mill Industry 今天起了16.7% 他8月啊28号的业绩 QOQ进步77% YOY啊进步62% 然后啊G Ocean这一家公司啊 就是Green Ocean 今天占了8.1% 为之前他们发了Announcement 他们要Diversify去手套 OK他们说他们要出口啦 Export那个手套 去到外国的一些国家咯 我相信啊他们要Diversify来出口手套啊 应该啊这段期间啊市场会比较瘦弱 OK他的股价也飙了上来 然后PTB这家公司啊也起了25% 他也是啊一样哈 最近很多公司股价啊飙了上来 可以看到他们都啊趁股价高啊赶快来做一个private placement 发行啊新的这些附加股啊 因为股价高的话他会比较好啦能够筹比较多钱 so PTB他们也是哈要筹一个368万 他说他ICT的生意啦 他们需要买一些新的inventory进来咯筹这一笔钱 然后啊 PM Holding啊这家公司起了11.5% 因为他8月26号的业绩QOQ也是进步一个64% 然后Cayong啊今天也起了6.3% 可以看到啊他的director啊Mr.Yo Enghau 也是啊一天啊买进啊10万股啊 这个Cayong的一个股票 so啊当然我本身不停在啊 我不停在看市场啊 因为我本身有做一个选股服务 就是啊每个星期啦 我会出一份啊选股报告 就是上面会有几家公司的by call 然后我会以啊价值投资哈 基本面的一个方法来选股啦 ok买一些值得买进的一些公司 来到今天当然啊非常多的by call啦 其实回酬还是相当的不错 像啊Intabina这家公司啊 今天也逆势占了半分啊 收在33分的价位 因为Inta这家公司 他最近啊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award ok letter of award啊 就是他拿到一个project啦 要去做building works 来啊做一些建筑工程喔 然后这个project的value是5亿 所以我之前by call啊 19分守着5个多月啊 他也涨了一个74% 啊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4年才会有这一种涨幅 然后啊Ptrans啊 Pairac Transit今天也起了半分 守在啊28.5分的价位 所以Ptrans啊不错啦 时不时哈 他公司也是有做一个company share buyback 而且他一次买进也不是一事一事 一点点啊他一次买进也是蛮多的 所以他最近一次啊做company share buyback啊 他就一天买进了100万股哈 ok Ptrans的股票 当然他们认为啊 管理层认为他股价是低股啦 ok他才会这样大手笔的买进 所以我之前by call啊18分的价位 他也分了股息0.25分 这啊两个多月的时间啊 也是有一个60%的回酬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3年才会有 然后啊franken啊 今天收在3块6毛4 我之前by call啊71.5分 他也分了啊股息5.2分 这啊两年一个多月 也是有一个416%的回酬啊 在那边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一个10年 当然啊还有其他by call这边不提了啦 so啊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join一下这个选股服务 啊每个星期你会收到我的一份报告啊 上面会有啊by call啦 当然跟外面很多TA选股的方式不同 我这个是以基本面的方式来做一个选股 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啊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的经济Vshed的反弹 如果疫苗灭掉病毒 如果各些公司能够发展到更好的话 当然我会说啊你赚钱的机会其实是挺高啊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啊可能也不低了 so啊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啊whatset我或者email我我的whatset号码的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啊pm我都啊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今天来跟大家啊聊一下啊这一家公司 ok因为今天他的一个量其实也挺高的 这家公司就是pccs啊group 他的cord就是啊pccs so pccs啊我还记得啊就是大概前年吧 ok前年2018年的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的业绩是很好啦 ok他在啊2018年啊他交出啊非常亮眼的业绩啊成长了非常非常多 so一度啊okpccs啊在那个时候啊也被他炒上来 而且是炒到很高非常夸张 当然啊是前年他是很风光了 当然去到去年2019年啊 然后他的业绩是走了下来了 当然一家公司业绩啊走了下来之后 他的股价当然啊也是走了下来 so今天啊他是随着大事跌下来啊 他也是跌了一个8.1% 收在啊45.5分的一个价位 那你看回啊3月19号的时候 ok3月19号那时候啊熊市啊 so他的股价只有17分啊很夸张被人要丢到 也为也意味着啊短短6个多月的时间啊 他的股价也是从17分啊标到今天的45.5分啊 也是标了一个168%啊 这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啊这种丈夫啊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6年才会有 把它在啊短短6个多月做到了 ok 当然这是啊一家小公司啦 pccs他的啊市值marketcap啊只有啊九千六百万哈 ok几千万市值的一家公司 不过他的NTA是蛮高 ok他的啊资产是有高达73.77分啊是高过于他的股价 啊然后啊PE现在是很夸张 他的PE只有6.1哈少过10的一个PE ROE也是有10.13% 然后dividend yield 如果今年12月他在派系哈 如果他又派多一分啊跟去年一样的话 他的啊dividend yield啊是有一个2.2%在那边 就啊差不多像你放FD在啊这个银行了啦 ok也是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股息 然后earning yield啊是5.28%啊 说是不错啦 ok 当然啊业绩方面啊 他是连续啊进步了两个季度 ok两个季度YOY都在进步当中 然后啊他最新的业绩是8月28号啊出炉 那好啊pccs啊 ok这个在消费板块哈 他本身的业务 他其实啊主要是做服装哈 就是做e啦 ok他本身有制造这些服装 这些e然后去销售 然后他本身也是有做一些printing哈 ok就是印刷啦 印刷一些啊标签啊 一些level跟一些啊可能sticker啊 一些贴纸等等 所以印刷他也是有做一点 好我们来看啊啊8月28号的业绩哈 first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他的revenue啊其实是回调下来 ok就是从去年他的收入1.2亿 跌到啊今年剩下1亿哈 然后啊当然他的pbt啊税前利润啊也是跌了下来咯 从去年他的pbt290万跌到啊今年啊剩下210万 so他解释啊主要是covid19哈弄到啊他比较啊难做生意 ok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啊新冠肺炎嘛对吗 这个非常时期 so啊很多商家哈在这困难的时期啊 当然他们的生意业务都会受到影响 之前做封锁啊 然后logistic整个生产链都被打乱了哈 so业绩啊也是很正常的回调了下来 不过展望未来啦他是啊你可以说是有一些乐观啦 ok你看他的prospect 因为他有说啦像啊尤其是他们的服装的市场哈 他们在啊大中华地区 所谓两岸三地了哈 大中华地区啊中国大陆啊台湾香港澳门 这些啊等等哈这几个地方啊华人的地方 所最近当然其实是啊相对世界而言是不错 因为我们知道啊大中华地区啦 其实这个啊COVID-19的控制啊是做得不错的 比方说啊中国大陆哈 他们其实在三月份啊已经控制了这个病情 然后你不会看到啊中国的确诊人数飙上来几乎是没有哈 这是非常夸张 因为啊当然我相信啊他们的疫苗是发挥了一些作用 他们啊其实很早就紧急使用了他们的一个疫苗 然后之前他们做封城什么啊都是做到非常彻底的那一种 这就为什么再加上他们配合政府了OK 中国人民啊很多人都是出门就是口口罩 然后他们也很群劳洗手啊 社交距离这些东西他们都有在做 说大中华地区他们的经济啊其实现在已经反弹了OK 所以我看到新闻 他说啊中国哈 他们有可能啊这个特瓜的第三季度会有一个5%的经济成长 啊这是很难得的哈 因为你要知道今年啊全球第三季度啊 很多国家还在挣扎当中要啊从这个COVID-19 挣扎哈要啊反弹他们上来其实不是这样容易的 但是中国做到了 说大中华地区啊他们的经济这样子反弹啊 当然对于PCCS他的服装部门是好事了OK 如果相信啊他应该蛮多的衣服啊 也是有卖到啊外国特别是中国那一带的一些地方了OK so他的服装部门他是啊比较乐观 当然至于他的啊printing啊 他的印刷的部门 我觉得啊也是看马来西亚了啊 因为如果啊如果真的疫苗到时候啊 十月底很快出来的话 然后啊最重要了我们本地马来西亚啊 如果我们疫情能够得到控制的话 那么他的啊印刷的这个业务啊就有希望了啦OK 不过啊总的来讲啊 当然啊我会说啦PCCS 他的股价啊是有起了一些上来了啦 OK六个多月啊他的股价已经占了168% 当然啊他一些数目来看啊 其实他这家公司还好还是有一些空间啊 一些人可能会这样认为 因为他的NTA啊73.77分是高过于他的股价 PE现在只有6.1倍哦 一个个位数的PE ROE啊10.13%啊 Dividend Yield 2.2% Earning Yield啊 15.28%在那边 然后他的业绩啊 YOY连续进步了两个季度 但这家公司 他的啊Track Record是不错啦 OK你看回他过去的业绩其实都有在成长哈 说这家公司啊 当然如果你持有他长期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长啦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他未来的成长的关键 也是要看这个COVID-19到底 至少像我刚才讲大中华地区的生意啊 他应该现在开始能够做了哈 因为那边的疫情控制到比较好 然后啊就要等我们马来西亚了咯 如果我们马来西亚在啊未来几个月能够比较好的控制的话 那他的啊印刷的部门等等啊 啊他的其他的业务也是比较有希望会有一个反弹上来 所以对于他啊来临的业绩啊 我是觉得谨慎乐观了 OK也是取决于整个大环境到底会会不会慢慢变啊 变得越来越好咯 OK 当然啊讲这样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啊 四个字disclaimer就是买卖致富 OK买卖致富啊 这是最重要的 好啊今天视频分享啊暂时聊到这边啊 最后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也希望啊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当然最后也要感谢大家花时间之前收看啊 我们再会拜拜